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吕迪亚一家受洗信主 第三个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的赞美 第四个是狱主一家受洗贵信主 这四个都非常棒 但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选择了46章25到34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因为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神众求饭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郡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喊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狱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 我刀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的全家的人听 当夜就在那时候 敬主把他们带去 洗了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意思都受了洗 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 感谢主看到保罗跟希拉 即使在患难中 他仍然赞美神 就是他们在这里 忘记身上的痛苦跟不舒服 特别他们在周边打 所以他们一定很痛 在那他们还可以信靠神 而且信赖神可以畅思喜乐 这是患难中的喜乐 真的是很棒很厉害 因着这次唱诗赞美神殿 监狱门都打开 看见好像我们遭到逼迫的时候 其实是更叫福音兴旺 所以呢 当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时间 我们要更多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 有一次他也是 因为他在弄那个雨 然后就因为地上很多水 然后他在那个换水 然后那个水呢 因为在地上 结果不小心他就给他滑倒 那这个滑倒就直立式的这样棒下去 那因为中间有东西就撞到他的肋骨 结果他的肋骨就痛到不行 他完全没办法站起来 也没有办法起行 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 后来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刚好我就跟他说 那就起来敬拜赞美神 他就开始起来敬拜赞美神 他拿到了我给他的诗歌 他就起来赞美神 他就不断的赞美神 赞美神 赞美神到一个程度 他起来跳舞赞美神 后来他跳舞赞美神的时候 突然那个疼痛就在他身上 他完全得医治 完全离开他身上 他的痛苦也再也没有在他身上 他就觉得说 哇 真是上帝的作为 神迹其实在他身上 所以赞美也可以医治人 在那么痛苦的底下 神能够医治我们 我们看见 在赞美神的时刻 保罗不断的把福音带给人 那寓主甚至到后来 寓主都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吧 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成为呢 现在很多人都说平平安的去吧 就是得着这样的祝福 好 感谢主 那我们也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 得着救恩 救恩可以临到每个人的家 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也可以更多的管传 给更多的人 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也可以赞美神 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也可以赞美神 就像我们弟兄可以赞美神 让他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 远今天的祝福 要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那我们就来为大家祝福 父兄们谢谢你 愿意更多的恩待 祝福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 你的能力恩高在每个人的身上 主现在 主要让他们遇到任何事 不管什么事 在这个时间 他们就起来赞美神 就像保罗希拉一样 就像我们弟兄一样 起来赞美神 让那个祝福就临到他身上 让他可以突破 他生命中所有的困境 让祝福就临到他身上 主要让那个赞美的恩高 赞美的大能 就进到他们生命的当中 是他们经历神迹奇事 让神的祝福 临到他们生命的当中 感谢主 赞美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 阿们 阿们 祝福 阿们 祝福